好 接着往下来我们看第五个是临时存款账户 临时存款账户的适用范围有这么几项 首先第一个叫设立什么机构 看这叫设立临时机构 如果你设立常设机构请你开立基本存款账户 设立临时机构开立的就是临时存款账户 比如说设立工程指挥部设置组筹备领导小组等等 这些部门都是临时存在的 你前面我们有一道题就考到了设置组的问题 大家想一想这个电影公司它的设置组 它是跟着它的剧本走对吧 说我要拍一个电视剧我成立一个设置组 我拍个电影我成立一个设置组 这个电视剧拍完了这个电影拍完了 这个设置组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没有了它就解散了对吧 临时存在的 所以它设立临时机构 可以开立临时存款账户 设置组人吃马胃 雇群众员租场地租设备 不都得花钱吗 是不是 第二一个叫异地的临时经营活动 比如说建筑施工及安装单位等 在异地的临时经营活动 你作为一个建筑公司 你是只承接本地业务吗 如果外地找你去建房修路搭桥 你不去吗 你肯定得去 对吧 那你承接了异地的这种建筑工程 那建筑工程要雇工人 要买材料需要花钱 怎么办 在当地开立一个账户 那你修桥铺路盖房子 它总有盖完修完的那一天 修完了完事了 竣工结算了 这个账户还有必要存在吗 没有必要 所以开临时存在 第三个叫注册验资和增资 在我们的新公司法实施之前 我们的所有的公司 它在成立之初 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 是先要核准名称 我们有规定在同一个地区 是不允许有存在企业的 名称核准完毕之后 它要验证企业资本 说你这个企业 说你注册资金50万 你有这么多钱吗 是吧 那你得把钱存到银行 去验证资本 新公司法实施之后呢 我们对于一般的企业呢 不再强制验资 是吧 你验也行不验也行 但是呢 还有一类特殊的企业 在成立的时候 仍然是需要验资 这类企业呢 我们将之称之为 叫石角质企业 比如说 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就是属于石角质的企业 石角质企业 现在仍然是需要验资 验资就是验证你的企业的资本 验证企业资本 你要在银行开立账户 由银行给你出证明文件 然后你拿着这个证明文件 到会计师事务所 出一个验资报告 有了验资报告 到工商机关 原来叫工商机关 现在叫市场监督管理局 是吧 然后去申请注册公司 公司注册成功之后 接下来你去开基本存款账户 基本存款账户开户完成之后 你的验资账户当中的资金 就转到基本存款账户里面去了 所以验资账户 它是一个临时存在的账户 时间不长 往下来第四个 是军队 武警单位 承担基本建设 或者异地执行 作战 演习 抢险救灾 应对突发事件等临时任务 而开立的账户 其实这一条不用单独计 是吧 军队武警单位 承担基本建设的任务 你就可以类推 拿这一条来推 是吧 建筑施工安装单位 异地的临时经营活动 异地执行 作战演习 抢险救灾 应对突发事件等临时任务 你就可以拿这一条来类推 这不就是成立一个临时机构 是吧 所以 在临时存款账户的适用范围里 把握住临时两个字 它不是一个永久存在的 从这个角度去判断 就很容易 好 那么接下来 第二条 叫做开户时不需要提供 基本存款账户开户增级证 或者基本存款账户编号的情形 这一条呢 在我们的考试当中 会以多项选择题的形式来出现 因为这是一个特殊情况 我们都知道一般情况下 开立一般户 专用户 临时户 都是要提供基本存款账户编号的 但是对于临时存款账户来讲 它有特殊不需要提供 基本存款账户编号的情形 那么什么情况不需要提供呢 你把握住一个判定的标准 就是没有 我根本就没有基本存款账户 你让我提供什么基本存款账户编号 比如说第一条 叫设立临时机构 什么叫设立临时机构 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 某地发生了恶性的形式案件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公安机关呢 都是要限期破案 对吧 那这个案件比较棘手 怎么办 我们从全国的公安系统抽调精英 成立专案夺 通常以案件发生的时间来命名 比如说什么412专案夺 这就是设立临时机构 你告诉我基本存款账户在哪 没有 是吧 好 第二个 是境外含港澳台地区的机构 在境内从事经营活动 基本存款账户在哪 至少在中国境内它没有 对吗 第三个 叫军队武警单位因执行作战演习 强险救灾 应对突发事件等任务 需要开立银行账户 那第四个就是 验资的临时账户 我们在前面也给大家讲过程序了 我们是先验资才能开立基本户 那你验资的时候还没基本户 你提供什么编号呢 所以这一块呢 把握着一个基本的判定方向 有我给你 没有 巧妇难为五米之锤 你跟我要我也给不了 往下来使用规定 首先第一条 临时存款账户的有效期 最长不得超过两年 在我们所学的银行计算账户当中 只有临时存款账户 它有时效规定 所以这两年在考试当中 经常作为题目来出现 这两年是一个重点事件 把它把握住 好 第二个 临时存款账户是可以支取现金的 但是支取的时候 要按照国家现金管理的规定来办理 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临时存款账户都可以支取现金 我们就说不是 注意 如果是注册验资 当然也包括增资验资 这些验资的临时存款账户 它在验资期间是只收不付 不得支取现金 验资验资本来就是验你有多少钱 对吗 说你往里存现金没有问题 是吧 我作为单位 那成为这个公司的股东 我通过转账方式给 你作为个人成为这个公司的股东 你可以存现金 没有问题 但是 不能往外取 验资期间 你别说取现金 你通过转账方式去支付 都是不允许的 这个账户 我们就看最终公司能否设立成功 公司如果设立成功了 就集体把这些资金转入基本存款账户 如果这个公司最终设立不成功 设立不成功的话 钱从哪来 回哪去 是吧 是单位的 转回去 是个人的 你就可以取现 但是那个一定不是在验资期间取 那是在验资公司整个最后注册完毕之后 没成功的时候 你才能够取 取这个限制 但是验资期间是肯定不行 好 看题 这是一道单项选择题 说某电影制作企业 临时到外地拍摄 其在外地设立的设置组 可以开立的账户是什么 又来了吧 设置组开立的账户 这个是临时存款账户 正确答案是第一选项 这就叫设立临时机构 对吧 好 往下来 还是单选题 说根据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的规定 临时存款账户的有效期 最长步的超过一定期限 该期限是多长时间 这个时间要求必须记住 两年选项 D是正确的 直接考结论的题 也没什么说的了 我们往下来看 接下来是个人银行计算账户 个人银行计算账户呢 以前呢 并不是考试重点 但是在最近这几年 个人银行计算账户的考题 非常之多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的个人银行计算账户 现在 它的管理规定 进行了改革 我们现在对个人银行计算账户 执行的叫分类分级管理 分成几类呢 我们将个人银行计算账户 分成了三类账户 所以这三类账户 首先第一个考点 就是它的功能 它的用途是不一样的 有同学一看这张表 脑袋都大了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是吧 其实你一点也不用头疼 三类账户 你可以这么去记 其中一类账户 是赵嫂的账户 老赵他们家呢 赵嫂呢 是当家的 他们家大拿 大事小事 都是她说了算 所以这个账户 你看到了吗 干嘛都可以 转账 现金存取 购买投资 比赛产品 消费缴费 干嘛都行 没有任何限制 好 接下来 二类账户 二类账户呢 是老赵的账户 老赵呢 他本身是个成年人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账户呢 干嘛都可以 但是呢 在他们家呢 老赵不是当家的 赵嫂当家 所以赵嫂呢 对老赵进行了 一系列的限制 你确实干嘛都行 但是对不起 如果你办理转账业务 它是有限额的 现金的存取 也是有限额的 消费和缴费 也都是有限额的 目的是什么 怕老赵乱花钱 但是购买投资理财产品 是没有限额的 投资理财 这个东西 对家里是好事 它不属于乱花钱 对吧 那么三类账户呢 三类账户 是老赵的儿子 小赵的账户 小赵呢 他还在上学 所以你说一个孩子 什么投资理财 现金存取 这些都是受限的 这些都是不允许做的 他只能用于 限定金额的消费和缴费 当然限定金额的消费 缴费的话 这个账户里才有钱 因此呢 限额的转账 是可以做的 因此你看 三类账户的基本用途 就出来了 对吧 一类账户 谁的账户 赵嫂的账户 二类账户 谁的账户 老赵的账户 三类账户呢 小赵的账户 你脑子里面大提一分 基本情况 有了 然后接下来 就是具体的数字性规定 记住了 如果是二类账户的限额 它的日累计限额不能超过一万元 年累计限额不能超过二十万元 当然这个考试考的不多 如果你不愿意记 是可以不记的 但是三类账户的限额是必须记住的 注意 三类账户 在任意时点 它的账户余额都不能超过两千块钱 这个是必须记住 这个东西爱记不记 你知道有限额能办就行了 好 接下来两个提示 首先第一个提示 银行如果通过二类账户放贷 以及个人通过二类账户还贷 是不受转账限额的限制 你放贷 你不能每天不超过一万 我要借二十万呢 是吧 你分二十点给我 那我要还贷呢 我一次性还二十万 你还不让我还吗 是吧 所以放贷还贷 不受限额限制 那第二个需要提示的 这一条是要求考生 必须记住的 三类账户 是不能发放实体戒指的 一类账户和二类账户 都是可以发放实体戒指 所谓的实体戒指 就是银行卡和存折 这都是可以有的 但是三类账户 是没有实体戒指的 好 接着来 是不同开户方式下 可以开立的 个人账户的类型 好 大家想一想 这三类账户当中 哪类账户是最重要的呀 显然是一类账户 因为一类账户干嘛都行 又没有金额的限制 所以如果想开这个账户 必须有工作人员在现场 所以你可以通过柜面来开户 通过柜面来开户 肯定有工作人员在场 对吧 第二一个 你可以通过自助机具来开户 但是如果通过自助机具开户 要有工作人员在现场核验 OK 如果没有工作人员 是吧 通过自助机具开户 工作人员为现场核验 或者你通过电子渠道开户 那你只能开二类和三类账户 所以这张表总结下来就是一句话 你想开一类账户 必须见到工作人员 所以看考题的时候 你就分析一下 能不能见工作人员 能见就能开 不能见就不能开 就这么见 好 接下来是开户的证明文件 存款人申请开立个人银行计算账户 应向银行出具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银行通过有效身份证件 仍无法准确判断开户申请人身份的 应要求其出具辅助身份证明材料 所以这里边考试的时候考你什么 就是哪些属于有效身份证件 哪些属于辅助身份证明 那你记住了啊 如果是中国大陆基民 我们通常情况下是以身份证为有效身份证明 而户口本 户照机动车驾驶证 居住证 社会保障卡 军人和武警的身份证件 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 工作证明 完税证明 水电煤气缴费单等 税费凭证都可以作为辅助的身份证明 但是如果说不满16周岁 不满包括16岁吗 我们说不包括是小于16周岁 如果不满16周岁的 我们是以户口本为有效身份证明 所以这一块呢 你就记住了 到底什么情况下 以身份证作为有效身份证明 什么情况下 以户口本作为有效身份证明 把这个基准就行了 其他的就别考虑了 好 接下来 第四个内容提及的是 银行通过电子渠道 非面对面 为个人开立二类户 或者三类户的要求 我们讲了嘛 如果说开一类账户 必须要有工作人员在场 是吧 通过电子渠道肯定是开不了的 电子渠道只能开二类户 或三类户 那么通过电子渠道 没有工作人员 给你面对面服务的情况下 那怎么去把控风险呢 怎么去把控这个风险呢 这里边就有要求了 说向绑定账户开户行 验证二类户和三类户 与绑定账户为同一人开立 而且开户申请人登记验证的手机号码 与绑定账户使用的手机号码要保持一致 换句话说 你想开二类户和三类户 二类户和三类户 它要绑定一个账户 那绑定哪个账户啊 第二条就说了 说开立二类户还应当向绑定的账户开户行 验证绑定账户为一类户或者信用卡账 知道了吧 首先第一个大家得明确 就二类户和三类户 它需要绑定其他账户 你比如说二类户 二类户能绑定的是谁 它能绑定的是一类账户 当然它也可以绑定信用卡账户 那大家想一想银行给个人开立信用卡账户 开了一类账户的时候 要有面对面的审核 所以这一块对于个人身份信息的审核 是非常严谨的 对吧 正因为如此 所以我让你到绑定户来验证 验证什么 验证是同一个人 验证是同一个手机号 那我将来再给你去发相关的 这些确认信息的时候 自然也就能够去把控风险了 它就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这块提示大家注意一下 第一条是对二类户和三类户同时的要求 而第二条是仅限制二类户 开立二类账户 要向绑定户开户行 验证绑定户为一类户或信用卡账户 而开立三类账户 那不需要去验证 必须得是一类户或者是信用卡账户 这个并不是什么太重要的考点 了解就行了 好 往下来就是代理开户 代理开户呢 首先要出具的是证明 第一个 代理人要出具的是代理人和被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以及合法的委托书 代理开户的话 这个被代理人的身份证也是要带着的 你作为代理人 你怎么证明存在代理关系 要有授权委托书 同时你代理人来代理开户 你代理人的身份证也得代理 那么如果银行有必要的情况下 应要求代理人出具证明代理关系的公证书 这是必要的情况 好 接着往下来 是单位代理 单位代理个人开立银行结算账户的 应当提供单位的证明材料 被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的复印件或者影印件 这块注意一下啊 如果是单位代理个人开户的情况下 是不需要被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的 我只需要他提供复印件就可以了 那么单位代理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 在被代理人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到开户行办理身份确认 密码设置或者重置等激活手续前 他是只收不付的 如果是有从事工作经历的同学 应该都知道 你如果首次到用人单位去参加工作 那这个用人单位呢 他要给你交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因此呢 他要给你开立一张叫公积金联名卡 这个公积金联名卡就是由单位来代理开户的 你不需要把身份证交给他 是吧 你只要把身份证复印件给他就可以了 那么他帮你开完户之后 返回到你手里的是两样东西 首先第一个是这张公积金联名卡的卡片 其次还有一个小纸条 这个小纸条就是密码条 那么你拿着这个密码条 要到开户银行去办理身份的确认和密码的设置重制等激活手续 办完了之后 这张卡你取这个住房公积金就可以用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去办理身份确认和密码设置重制手续之前 单位每个月给你交住房公积金是可以打到这个卡片里边来的 收钱是不影响的 但是你说我现在需要用钱 我把这个卡插到ATM机里往外取 对不起这个东西他取不出来 是吧 因为你没有办理身份确认 没有办理密码的重制激活手续 叫只收不付 好往下来第三个叫法定代理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作为开户申请人 是由法定代理人或者人民法院等有关部门依法指定的人员来代理办理 那这里边呢大家不用管这个指定代理的问题啊 只要知道法定代理就可以了 我们知道我们的很多家庭呢 这个都是这样的说家里边孩子小是吧 刚三岁两岁 然后呢这个每年春节的时候呢 这个老人啊亲戚朋友啊过来串门 中国人讲究个礼尚往来是吧 那尤其是过年就过孩子嘛 是吧给孩子压岁钱 那大人呢一般情况下呢还有还礼啊 是吧 人家给你孩子压岁钱了 我们也会给别人家孩子压岁钱 但是给钱是大人拿钱给 收过来的这个钱呢 通常的家庭都是帮孩子存着 对吧 等将来大了上学了啊 或者是怎么样了 是吧 你就可以用这笔钱 那给孩子存呢 有两种方式存 一个呢是家长用自己的名字开个银行账户 还有的呢就是帮孩子 以孩子的名字来开个银行账户 那你说吧 这小孩才三五岁 他是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他怎么开户啊 那没法开 那就只能由他爹替他开 这就叫法定代理 对吧 所以大家记住了啊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他们是可以申请开立 个人银行账户的 怎么开 由他的法定代理人来代理 开户就可以了 但是一定注意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他们是不能使用银行卡的 就到底能干嘛 不能干嘛 这个跟后续考证有结合 这块我们就提前提示了 好 往下来 第六条 叫做可以转入个人银行计算账户的款项 这个考试的时候是有多选题选的 但是难度不高啊 难度不高 你就记住了 一切个人的合法所得 都可以转入个人银行计算账户 无论是工资 薪金劳务报酬 搞酬 还是你的这个买彩票 中奖的偶然所得等等等等 只要是合法所得都可以转进去 但是注意 禁止公款私存 我们严禁把单位款项 转入个人银行计算账户 这就是先经点准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使用规律 单位从其银行计算账户支付给个人银行计算账户的款项 每笔超过五万元的大于五万 应当向其开户银行提供付款的依据 其实主要的目的还是怕公款私存 是吧 你向个人银行计算账户大额转账 给那么多钱 原因是什么呀 说我们是聘请这个专家给我们提供了相应的咨询服务 我们给他支付的劳务报酬 是吧 你提供相应的付款依据 有合同 是吧 好 第二一个 从单位银行计算账户支付给个人银行计算账户的款项 如果应该纳税的 税收代扣单位付款时 应向其开户银行提供完税证明 这个呢 我们在后续学习个人所得税的时候 会详细的讲 个人所得税呢 执行的是代扣代缴为主 自行申报为辅 通常情况下是由付款单位 在将款项支付给个人之前 来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代个人扣 代个人扣 是吧 所以你把款项 转入个人银行计算账户之前 你要向银行提供完税的证明 证明这个款项我已经扣完税了 这是它的税后合法所得 那你才能转入进去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八个内容 叫可疑交易类型 这个呢 是今年的一个新增内容 就虽然说它是新增内容 内容又比较多 是可以考题目的 甚至是可以考多选的 但是这种点 它很难设置陷阱 所以如果考 只要同学们 有一定的生活常识 基本都是可以判定的 算是属于一个送分的点 咱们来看一看哪些属于个人银行计算账户的可疑交易类型 你看看你通过生活常识能不能判定得出来 第一个叫账户资金集中转入 分散转出 跨区交易 大家想一想什么样的交易才会有这样的特征 很明显呀 是不是诈骗 比如说老赵被人骗了一百万 老赵把钱 第二步第二步就给人转过去了 这不是集中转入 那么集中转入的一百万 你说骗子会找一个银行账户 直接把这一百万全取出来吗 不会的 这一百万一旦进到骗子的账户 叉叉叉叉叉叉就会被它分散 是吧 它会分散到多个银行账户当中 是吧 分散转出 转完了之后呢 都是在异地的 有这个水车 是吧 就行货嘛 从这个ATM机上就把这个钱都取走了 这不就叫跨区域交易吗 这不就诈骗吗 对吧 好 第二一个 账户资金快进快出 是吧 不留余额 或者留下一定比例的余额后转出 过度的性质明显 这不还是诈骗吗 是吧 钱插进去了 那边跨取出去了 你听说过诈骗的钱 进了骗子账户 骗子账户给你留一年 它再往外取的吗 对吧 第三个叫拆分交易 故意的规避交易限额 拆分交易 故意的规避 那你显然不符合法类规定 有大额的资金转入的问题 或者大额的资金的支付问题 那这里边是不是会涉及到洗钱和诈骗的问题 会不会涉及到逃税的问题 对吧 第四个账户资金金额较大 对外收付的金额 与单位的经营规模 经营活动 明显不符 你明明是个小单位 你明明跟这个个人之间 没有任何的合同和服务 你为什么要给他付这么多的钱 是不是有问题 所以这些 我个人认为 你通过常识 通过文字表述 基本能判定 咱们就不废话了 好 那么接下来 注意一下 上述的可疑交易类型 一旦出现 银行应当要求存款人 到柜台来办理转账业务 那你到我这儿来 到咱们面对面来 是吧 如果你是被骗了 我可以劝劝你 实在不行 咱还可以把警察请过来 商量商量 对吧 并且出具书面的付款依据 是吧 你明显金额不符 明显规避 为什么呀 你把这个证明拿过来看看 是吧 或者相关的证明文件 你拿着这些过来了 是吧 能付 我自然给你付了 那么如果存款人 未提供相关依据 或者相关依据 不符合规定的 银行应当拒绝 来办理转账业务 目的不就是怕你被骗吗 是不是 就这么简单 好 看题 这是一道判断题 说通过手机银行 等电子渠道 受理开户申请的 银行可以为开户申请人 开立一类账户 能开吗 一类账户 必须有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核验 手机银行等电子渠道 有工作人员吗 没有 没有 对不起 只能开二类或者三类账户 一类是不允许 好 接着往下来 再看一道单选 说根据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列关于个人银行 接算账户使用的表述当中 错误的是谁 哪个是不正确的 A说银行可以通过二类银行账户 为存款人提供购买投资理财产品的服务 二类账户是谁的账户 是老赵的账户 对吗 老赵毕竟是个成年人 他干嘛都行 只不过呢 多数有限额 唯一没有限额的就是购买投资理财产品 所以二类账户通过它为存款人提供购买投资理财产品服务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的 比如说银行可以通过三类银行账户 为存款人提供限制金额的消费和缴费服务 三类账户谁的账户 小赵的账户 小赵的账户干嘛基本都不行 但唯独只有一个可以 就是限定金额的消费缴费 这是没问题的 好 接着往下来 C选项说银行可以通过二类银行结算账户 为存款人提供单笔无限额的存取现金的服务 单笔无限额还存取现金 真要有这种服务 老赵不美的大迷迪泡都出来了 是吧 赵嫂是不可能如此放纵老赵的 是吧 二类账户老赵的账户 现金存取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对不起 有限额 而且限额日一万年二十 对吧 有限制 所以这个说法就错了 第一说银行可以通过一类银行账户 为存款人提供购买投资理财产品的服务 不用想一类账户干嘛都行 而且没有任何限制 赵嫂的账户 大拿的账户 对不对 正确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C了 好 再看一道单选 这道题说 根据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实名制的要求 下列人员出具的身份证件中 不属于在境内银行申请开立个人银行账户的有效身份证件的是谁 A 20周岁的吴某出具的机动车驾驶证 这是辅助身份证件 B定居美国的周某出具的中国护照 定居境外的中国人 那他的有效证件就是护照 这是有效身份证件 C是25周岁的王某出具的居民身份证 年满16周岁了 身份证是有效身份证件 D选项15周岁的学生赵某出具的户口本 不满16周岁 户口本或身份证是有效身份证件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A选项 这个点考的确实很细 但是呢 如果说在考场上去答 其实选择的难度并不是很大 通过常识判定其实也是可以的 好 再看一道判断题 说新入学的大学生 开立交学费的个人银行计算账户 可由所在大学来代理开户 可不可以 我们说是可以的 是吧 没有任何问题 是正确的 单位代理开户的问题 好 再看一道判断题 说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不得申请开立个人银行计算账户 可不可以申请开立 可以由他的法定代理人来代理开户 就可以了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是不能使用银行卡的 并不意味着他不能开立 个人银行计算账户 所以这个说法是错误 好 再看一道多选择 这道题说 根据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列款项中 可以划转个人银行计算账户的 又是谁 划转个人银行计算账户的 属于个人合法所得就可以 是吧 A选项债券投资的本金收益 B选项保险理赔款 C选项纳税退还款 D工资奖金收入 这不都是合法所得吗 那全选就行 是吧 好 接下来我们看 第七类叫 异地银行计算账户 异地银行计算账户 是没有考点的 为什么呀 原因很简单 我们上面讲的那些账户 开在异地 都叫异地银行计算账户 基本存款账户里面 有一个异地常设机构 对吧 一般存款账户如果异地接款 专用存款账户里面 有收入汇缴和业务支出 那你分公司开在异地 可不可以 是吧 那临时存款账户 本身就有一条叫 异地临时经营 包括个人银行计算账户 比如说老赵的儿子小赵 户口所在地是北京 上大学的时候 考到了上海的学校 那到上海上学 你有生活费啊 所以在上海开了一个个人银行计算账户 他爹老赵 每个月给他转账 可不可以 当然是可以 是吧 所以上述各类账户 开在异地 就是所谓的异地银行计算账户 知道就想 好了 同学们 讲到这儿呢 七类银行计算账户 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么这七类账户当中 最重要的内容 我们说了 就是现金存取的规定 所以呢 在这儿呢 我就帮大家 做了一个整体的总结 到底哪些账户能存能取 哪些能存不能取 哪些能取不能存 这个表里边 列势的非常清楚 大家尤其注意什么呢 就是注意这些画叉子的地方 注意这些画叉子的地方 这个东西呢 我们就不给大家 一个一个去念了啊 因为毕竟前面也都讲过了 所以呢 请同学们 自己好好的 对着这个表 尤其是你最好 能够把这两列给它挡住 然后自己说一遍 比如说 基本存款账户 可存可取 一般存款账户 能够办理现金缴存 不能办理现金支取 等等等等 你自己都能对着这张表 说出来 那考场上 你一定是能打得出来的 你对着这张表 你都说不出来 寄希望于考场上 突然开窍 那是不现实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